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1月6号 那今天呢,狗哥要再说一下这个伊朗将军苏兰曼尼被美国干掉这个事儿 那在大的方面,这个事情的后续 首先,这个伊朗有没有发动针对美国的这个翻江倒海的报复啊 那显然是没有啊 这个呢,狗哥在第一次说这个事情的影片里已经说过了啊 像伊朗这些独裁的政权啊 面对美国说要进行什么这个猛烈的报复啊 清真寺上还挂红旗 这个呢,基本上都是吹牛逼啊 都是让他们国内的老百姓听的啊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啊 所有的集权,这个独裁政权都是这样啊 这个呢,是他们的本质 那伊朗呢,肯定会针对美国呢,搞一些小麻烦啊 但是呢,这个大的战争啊,基本上不会有啊 不会出现 第二个,那这个事情的后续呢 就是伊朗政权在几个小时之前 是宣布呢,不受限制的进行游浓缩活动 这个呢,就是一种威胁了啊 意思呢,就是伊朗呢,有可能继续研发制造核武器啊 这个问题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狗哥呢,再做一些研究 以后呢,找机会专门说一下伊朗核计划的这个事啊 今天就不多说了 今天,狗哥重点要说的啊 是这个美国干掉苏莱曼尼这个事儿 在中文的舆论圈里引发的很有意思的反应 按说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拍板 在伊拉克干掉伊朗的这个军头啊 苏莱曼尼,他跟中国人啊,没什么这个关系啊 跟海外的华人呢,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 但是呢,这个事儿呢,狗哥呢,是看到啊 在这个中文的舆论圈里啊,是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 不单是在这个中国内地的微博啊,微信上啊 在墙外边的这个推特啊,也是讨论的非常的热烈 而且呢,这个讨论的角度啊,非常的有意思 最热烈的讨论啊,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呢 对中国的影响啊,对中东地区局势的影响 那狗哥看到这个最热烈的讨论是这个美国政府啊 美国总统川普应不应该干这个事儿啊 到底应不应该下命令干掉这个苏兰曼尼啊 这么干呢,是不是不道德啊 是不是违反了国际法,以及美国的国内法 那这样的讨论呢,是让狗哥呢感到这个很有意思 就有一种这个比较奇怪的感觉啊 就是好像很多这个中国人啊 也是把川普呢,当成是自己的总统啊 所以呢,就非常非常的关注这个川普的行为啊 到底应不应该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中国人呢,有一个传统智慧 叫这个个人自扫门前雪啊 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啊 那现在这个中文舆论圈的这个讨论啊 这么热烈的讨论川普到底应不应该干掉苏兰曼尼啊 并且呢,大家都很投入啊 是不是都把这个川普当成自家人了啊 当成自己的总统了 这个讨讨论中国政府的官员啊 武汉政府呢,应不应该这个更明白的公开一下这个肺炎的疫情 好像呢,都没这么热烈,对不对 这个呢,是狗哥瞎说两句啊 就是一种比较奇怪的感觉啊 那这个中文舆论圈的讨论啊 川普除掉这个苏兰曼尼 这么干到底应不应该啊 那肯定是分成两种意见啊 一种意见肯定是这个应该 另外一种意见就是不应该 那狗哥重点说一下 认为这个不应该的啊 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呢 这个立场呢,基本上都是不应该啊 反对美国暗杀苏兰曼尼 那这个立场呢,也是很容易理解啊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逢美必反啊 这个呢,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个传统的立场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传统上 也是把伊朗啊,当朋友啊 因为这个共同反美,有共同的敌人啊 所以呢,感觉上就是朋友啊 这个朋友的人被美帝干掉了啊 那当然要反对啊 这个呢,就是这个中国官方媒体的立场 但是呢,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 中国官媒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没人看了 这个中国网民最喜欢看的 还是社交媒体上的这个所谓的意见领袖啊 像金灿荣啊,胡锡进这样的啊 那大家呢,来看一下这个金灿荣啊 金正伟的意见啊 他说呢,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 这个事情呢,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啊 对一个没有宣战的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采取暗杀行动 这个肯定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啊 我发现现在网上有些人 基本的这个是非啊,都没有了 他们就欣赏说 美国是高科技暗杀 暗杀的很漂亮啊 坦率讲,暗杀就是暗杀 这个呢,就是犯罪行为 国家犯罪行为 这个呢,是金灿荣的意见啊 其实呢,也是中国社交媒体上 这个占主流的声音啊 代表了中国广大 爱国战狼小粉红的心声啊 当然了,肯定也有很多的 这个大V啊 他心里呢,是支持美国干掉苏兰曼尼的啊 但是呢,他们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啊 会有一个自我的审查 不敢公开这么说 因为这个和中国政府的官方的立场不一致啊 有冲突 另外呢,狗哥呢,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像金灿荣这样的啊 还有中国广大的爱国战狼小粉红啊 在这个事情上啊 他们的态度呢,其实是比较分裂的 为什么狗哥这么说 首先,这个大家都看了金灿荣的态度啊 非常明确 谴责美国这个呢,是国家犯罪行为 是暗杀,是国家犯罪行为 那站在这么一个道德的高地上 那你是不是应该这个非常的义愤填膺啊 非常的气愤啊 美帝这个赤裸裸的搞暗杀 这怎么能行,对不对 必须全球都坚决反对啊 全球共讨之,全球共诛之,对不对 这个呢,应该是这个金灿荣政委的态度 对不对 但是呢,大家呢 再来看他这个微博的下边啊 这件事情究竟会对中国有何影响 会给中国带来下一个黄金十年吗 是不是这个又有点高兴啊 有点这个幸灾乐祸的感觉啊 这个呢,就是中文的舆论圈里 占主流的一种意见啊 他们就是特别希望 伊朗呢,能够跟美国干起来啊 再来一场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中东战争 这样呢,美帝呢 就会继续的被拖在中东 就没精力来对付中国了 这个呢,就是中国广大 爱国战争小粉红的看法 那金灿荣他嘴上没这么说啊 其实他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这么盼望的啊 所以呢,狗根就说呢 他们的态度呢 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分裂啊 嘴上骂这个美国搞暗杀 内心里其实幸灾乐祸 盼望这个美帝呢 又一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个呢,是中国的网民里啊 很主流的一种意见啊 另外一种意见就是以这个爱魏魏为代表的一种意见啊 那爱魏魏这个人能够翻墙的中国网友呢 应该都知道这个名字啊 台湾香港的很多网友呢 应该也都知道啊 他跟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啊 一样都是红二代 年龄也差不多 那习近平呢比他大三岁啊 都属于一代人啊 都上过山下过乡 但是这个习近平的父亲 是老革命里的官啊 所以呢,习近平后来呢 也就当官了啊 那爱魏魏的父亲爱卿 他是老革命里的文人啊 所以呢,爱魏魏呢 后来也是继续做文人啊 成了一名这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呃,他在美国生活过12年 深受这个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毒害啊 所以呢,后来呢 他就成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一名反对者啊 也是被中国政府收拾过啊 后来呢,好不容易才离开中国 现在呢,是在这个德国生活 那对于美国清除苏兰曼尼这个事儿 爱魏魏呢 他是在推特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啊 他说这个反共者为侵略行为叫好 为川普的偷袭叫好啊 无不是这个国家恐怖主义的膜拜者啊 恐怖主义是精神懦弱的行径 这个呢,是爱魏魏的看法啊 他是认为呢 这个川普除掉苏兰曼尼是一种偷袭行为 是一种那个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啊 他是反对的 那爱魏魏在中文的舆论圈里啊 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啊 所以呢,他的这个态度也是引发了很大的关注 他有很多的支持者啊 但是呢,在这个推特上 狗哥是看到这个反对的意见 应该是占大多数啊 大多数的这个推特上的中文的网友啊 应该是不认可他的这个看法 狗哥刚才提到的金灿荣啊 他是中国体制内的所谓的学者啊 那爱魏魏是中国体制的反对者啊 但是呢,对于川普干掉苏兰曼尼这个事儿 他们的态度呢,都是反对啊 金灿荣认为是国家犯罪行为 爱魏魏认为是国家恐怖主义 但是呢,狗哥必须要说呢 爱魏魏的反对啊 他是真反对啊 口头和内心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金灿荣就是假反对啊 口头上骂美帝 内心其实是幸灾乐祸啊 希望呢,能给中国政府呢 再带来一个什么黄金十年 那狗哥是什么态度啊 下边呢,狗哥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首先这个狗哥的看法很明确啊 川普下令定点清除 伊朗革命卫队圣承军的 这位最高指挥官苏兰曼尼 那狗哥不认为有太大问题啊 基本上是支持的 为什么狗哥要支持 首先伊朗的这个政权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 绝对是一个大灾难啊 一个非常大的倒退 那美国除掉苏兰曼尼 对伊朗政权呢 是一个很大的削弱啊 肯定会促进伊朗政权的倒台 所以呢,狗哥要支持啊 这个很多网友呢 应该都知道啊 伊朗现在的这个伊斯兰政权 它是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以后成立的啊 那之前呢 伊朗是一个君主制的政权 跟美国是盟友 跟以色列呢 也是盟友 对于伊朗的普通民众来说 那个君主制政权很烂啊 很腐败 政府呢 也很无能啊 所以呢 就爆发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啊 伊朗人呢 选择了霍梅尼 建立了一个伊斯兰的神权的统治 但是啊 从那时候到现在 这个40年看下来 那大家会发现 伊朗的这个神权统治更烂 还是腐败 那经济上还是很无能 而且呢 在社会文化领域啊 它是出现了一个全方位的倒退啊 所以呢 事实证明 1979年 伊朗人选择霍梅尼建立这么一个伊斯兰政权 是一个错误啊 这个呢 就是社会的倒退 所以呢 大家不要认为 这个一个社会 它会一直进步啊 会越来越开放啊 不是这样的 在很多国家 它是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倒退啊 像伊朗 委内威拉啊 都是这样的例子 所以呢 狗哥呢 是想看到 现在的伊朗政权倒台啊 那美国除掉苏兰曼尼 对伊朗宪政权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削弱啊 所以呢 狗哥是支持 另外呢 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说过 这个最近20年 中东地区所有的战争和冲突啊 至少有一半里边的 都有这个伊朗的影子啊 这个苏兰曼尼呢 也都是参与其中 这就是中东地区的一个脚屎棍啊 所以呢 现在它被美国除掉啊 狗哥呢 认为是好事啊 那对美国这次行动的质疑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国际法啊 认为美国呢 没有尊重国际法 公然暗杀一个国家的重要官员 那狗哥首先要说 在中东地区 你讲法律 讲国际法 那你就是对牛弹琴 狗哥上次就说过啊 中东地区基本上还是一种 这个阿拉伯人的部落文化啊 没有人尊重法律 尊重的是这个力量啊 是权利啊 狗哥呢 当然也是希望这个包括 中东地区在内的这个国际社会啊 能够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啊 但是呢 这个呢 可能是很遥远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状况啊 绝对不是现在啊 那现在在这个中东地区 只有美国展示力量啊 才会获得尊重 那伊朗呢 才会收敛一些啊 才会有利于这个地区的和平啊 这个呢 其实也是美国政府这次行动的一个逻辑 另外呢 还有一件说呢 在这个伊拉克的领土上 除掉苏莱曼尼 是不是不尊重伊拉克的主权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啊 当年奥巴马下令在这个巴基斯坦除掉本拉登 是不是也是不尊重巴基斯坦的主权啊 所以呢 就是像巴基斯坦啊 伊拉克呀 这些政权啊 你包庇本拉登 苏莱曼尼这样的恐怖分子 那你是不是滥用所谓的国家主权 也是违反国际法 所以呢 这个既然大家都是耍流氓 那就按照这个流氓的规则啊 江湖事江湖了啊 谁的拳头大 谁有理 对不对啊 这些中东国家整天自己耍流氓 但是呢 口头上呢 又反对美国耍流氓 那这个呢 是不是太精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些这个中文的反对者说啊 如果你支持川普这么干 那是不是就可以支持中国也这么干 将来呢 是不是就可以定点清除台独分子蔡英文 那狗哥要说 说这些话的人脑洞开得太大 东亚地区 他跟中东不一样 东亚地区这个文明国家多 文明人多 不可以像中东那样随便耍流氓 而且呢 这个中国要学美国用无人机搞定点清除 狗哥认为呢 在未来的很多年 实战里呢 都不会有这种能力啊 那谁可以反对美国耍流氓 那狗哥认为呢 爱未未可以反对美国耍流氓 狗哥认为呢 他是国际社会里这个真正的左派啊 代表美国呀 代表欧洲社会里很多左派人士的意见啊 狗哥呢 是支持川普呢 除掉苏兰曼尼 但是呢 也支持爱未未针对川普的这个举动 表达反对意见啊 那狗哥更支持美国人表达反对意见 特别是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啊 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啊 对川普的这个行动呢 就提出了质疑啊 还要这个通过法案 也要限制川普在伊朗问题上 使用武力的这个权限 那狗哥是非常支持这样的举动啊 因为对于这个行政当局啊 对于政府的这种监督和质疑 每一刻都不能放松 这样呢 你才会在最大程度上去约束 这个政府领导人不能为所欲为啊 不能跑偏 所以呢 这个川普啊 这次干的啊 没问题 但是呢 他也必须在乎美国国内对他的质疑 这个呢 就是狗哥的态度啊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点赞评论 转发分享这个影片 咱明天见 拜拜